所以我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好像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大家好,我叫白乐永 然后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那就是有关文化的一个事情 我在读论语的时候 因为我最近在读论语嘛 因为我想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然后我在读论语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新的看见 我给你们读一下 这一句话,就是一句话而已 他是这样说,这是现代版本 因为我看不懂文言文 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 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 孝顺爹娘,敬爱兄长 这就是人的基础吧 所以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有一个新的看见是什么看见呢 东方和西方对做人这个概念 有很大的不同 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人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西方和东方有很不一样的回答 然后呢,基督教和这两个 东方和西方 也可以说美国和中国的不同的思想 又有一个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就想跟你们分享 我对这个话题的想法 因为一般来说 人做这个文化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些视频 他们一般都会说 有关吃的,有关喝的,有关玩的之类的话题 但是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更深入一点的话题 这些其他的话题也特别有意思 我很喜欢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思考这些最深刻的问题 所以他在这里就说 其实简单的说 他说做人的基础就是爱你的家庭 是不是 就是你与家庭 你与你家人的关系 是你最基本的责任 然后如果你与你的家庭的关系不好 那你的基础就是没了 然后你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没有基础的去做 你可以做 但是就像如果你做房子 你盖房子 但是你的基础不好 不管你的房子有多贵 它是不能有一个持续的一个 它就不稳定嘛 它可以随时崩溃什么之类的 所以基础很重要 然后对孔子来说 人的基础就是人与家庭的关系 那么西方呢 西方是怎么说的 正好是相反的 也不能说相反 但是很不一样 从二战以后 我不跟你们讲这些历史 因为历史可以做自己的视频 但是从二战以后 美国人有一个新的看法 就是叫做哲学的一个专有名字 这是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这是什么意思呢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是说一个人 他要尽量将自己完全的表达出来 这才算是自由 就是你最大的权利 就是你可以将自己表达出来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expressive就是表达的意思 然后individualism就是个人主义 然后这就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一个观点 一个概念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文化就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文化 然后比如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群体主义 或者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嘛 有不同的概念 如果你们想查这两个词的话 也会挺有意思的 像美国欧洲是个人主义 意思是说我们更看重个人 然后东方更看重集体或者群体的利益 或者益处 所以有这些区别嘛 所以西方呢 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自己有自由去完全的表达自己 如果别人阻止我们表达自己的情感啊 或者想法呀 或者我们想做的事情 如果别人拦住我们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害 最大的伤害 那你们要明白 我不是说这是好事 其实我很反对 这样的一个自私的想法 但是自私这个东西嘛 很复杂 因为你可以为个人很自私 但是你也同时可以对你的家人很自私 就是你可以说 我的家人总是对的 然后别人的家他们是不对的 然后你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私的态度 但是不是个人的 而是一个群体的 所以自私很很复杂 然后我不都说有关这个自私的事情 我就想说这两个文化上的区别 一个是注重家庭的 一个是注重个人的 然后解决问题的方式 如果你说啊 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 东方会怎么说 啊因为家庭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所以当然其他的关系也不稳定啊 因为你没有树立好这个基础呢 然后西方会怎么说呢 啊是因为你不再做你真正的自己 就只要你做好你自己 就是你在里面你寻找你自己的意义就可以了 我这样说是是是故意的讽刺 因为我觉得你在里面找到真正的自己 是不可能的 在我里面的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责备自己的东西 就是如果我在我里面找到自己 啊我因为还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啊我们太压抑自己 所以我们就要释放自己了 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快乐的唯一的途径 找到幸福的唯一的途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是不行的 因为在我里面的我并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 我需要从外在的一些因素 人啊之类的找到幸福 这样说就会正好就可以提到基督教的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所以西方个人个人主义 东方是集体主义 然后基督教我们认为做人的基础 或者为什么人存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人与神的关系 所以你有西方是人与个人的 人与自己的关系 然后东方有人与家庭的关系 然后基督教是人与神的关系 当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恰当的 因为基督徒会说 啊我做人的基础 就是要与神有好的关系 然后有好的关系之后 就会影响到我所有其他的关系 这个很像东方说 你的家庭是你的基础 然后你有好的基础之后 你就会影响到你一切其他的关系 所以有共同点 然后也有不同点 不共同点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不同的看法很有意思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挑战吧 还有还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日本的神道教 如果你们看过我的 我有另一个视频有关日本的神道教 他们说最重要的做人的基础 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 叫什么来着 凡智 凡智神论 就是一切是神 然后神是一切 这个概念 就是自然是神 然后神是自然 神是一切 宇宙所有的一切 宇宙所有的一切就是神 然后神就是一切 也充满一切 这个意思 我不记得这个中文的说法是什么 英语是pantheism 然后中文我忘了怎么说 反正就是又有这样的一个做人的基础 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所以我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好像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我们最重要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跟别人 是跟自己 是跟自然 是跟神一个超越一切的存在 就是这些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现在想给你们一个挑战 你们个人觉得 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你做人的基础是什么 是你的 是你与自己的成就吗 是你与自己的关系吗 或者是可能是你工作的 你认为啊 我上班 我才有 才有意义 是你与你的家庭吗 是 是你与 自然吗 可能是你比较喜欢 神道教的想法 可能是比较类似基督教 你与一个 以为超越自然 超越一切的存在的关系 可能是创造者之类的 你个人怎么看 我个人 你们很多人知道我是基督徒 所以你们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 那我想问你们 你们自己觉得呢 在下面可以评论 然后这就是我 我今天有关 孔子的 孔子的学生 其实不是孔子说的 是孔子的学生的 说的一句话 做人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给我个三连 对我是挺大的帮助 谢谢你们的支持 可以点个赞 转发之类的 谢谢大家 那就 下次见 Adios muchachos